记者同镇国南投报道,大气扩散不佳,导致南投县普里镇空气品质指标连日来,达到对所有族群不健康的红色警示,却还有人火上加油,露天焚烧塑胶肺器物,居民气的PO王大骂这种行为真是要害死大家,有够缺德。 南投县空气品质严重不良,空气品质指标不是对敏感族群不健康的橘色提醒,就是对所有族群不健康的红色警示。 县内普里,竹山,南投三个侧站的指标长轮流当炉主。 今晚28日,普里的空气品质指标AQI高达157,仅次于南投的161,证明是当人体清净机,却还有人嫌空气不够脏,趁夜偷烧垃圾。 有民众晚间近七点发现,中正路中正一号桥附近冒出熊熊火光,浓浓黑烟脂窜天际,塑胶燃烧臭味弥漫,令人作呕,赶紧通报消防队念火,并通报海保局驻浦里稽查人员到场。 但没有查或纵火者,环保机查人员则是透过卫星定位确认土地权属,将要求土地所有权人善定管理维护责任,以免挨罚。 网络上则是一片骂声,普里空气已经很差了,请燃烧废弃物的民众拿出良心,别再制造空污,就是有人爱乱烧,有够缺德,也有人爱探这种空气品质还要忍受多久。 要求环保机查单位硬起来,别只是劝导一定要严格取缔开罚。